美国有美国在台协会的脸书当中 也特别对于伤者罹难者家属们 至上深切的慰问与哀悼 也发了声明 那么另外呢 我补充一下 包括像是刚才最新也看到了 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以及在此之前 包括前首相安倍晋三 那么也都有透过社群 发了这个脸书啦 推特啦 表示了哀悼与慰问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大陆的国台办 他们也发布了声明 特别呢 也是针对这一次列车出轨的事故 表达了高度的关切 但是呢 这个声明还不止一次 还是两度发了声明 你看在今天呢 有三点多还有五点多 都有分别发声明 那么国台办还有海协会 对于这个事故伤亡台胞家属 都表示哀悼与慰问 但是呢 看到了有这个绿媒 当然呢 在报道了国台办发布的这个声明呢 这个标题却这样下的 台铁出轨 好然后加了一句 未传中国籍人士伤亡 国台办称高度关切 觉得这样的下的标题 有这个必要吗 人道关怀很重要 我们也很乐见 大陆方面释出的善意 可是呢 其他的国家发表了这些声明 你们都引用 然后呢完全不去改变 但是偏偏对于国台办 这个声明好像很有意见 介大使您怎么看呢 我想首先对这次这个火车 发生这么严重的伤亡 表示最深刻的哀悼 尤其对这个 这个罹难的家属 产这个自己最深切的这个慰问 我想我们国家 这个从这些事情看起来 我们国家在退步 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多事情 那么也没有发生这么多离谱的 这些意外事件 那我想民进党政府一定是要把它 讲成是一个意外事件 他尽量 而且他现在已经看出来 他在找这个替罪高养 我想就在找台铁吧 可是我做一个这个政府里面的 三十多年的老公务员 从最基层的科研干起来 我看法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这些状况 应该都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 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不进步的国家 是一个很松散 是一个管理 非常这个松懈的国家 那我们国家从这个 这个十大建设以后 我们是突飞猛进 我们的台积电是世界第一名 那为什么我们政府的表现呢 在过去这五年短短时间 表现得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那我从我在 我在这个政府里面工作经验 我的感觉就是说 兵随这样转 因为你的领导出问题了 这个问题 我今天先讲的很 我很直接讲 我说林佳隆要负责 蔡英文要负责 不要把它推到什么技术性的问题 为什么 我说兵随降转 林佳隆任内出了多少事情 对不对 普悠马 对不对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 华航的专机走私 总统专机走私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苏澳港的断桥 然后还有这个台铁的 这个 这个是台铁的董事长退休 会有发觉他出了一本书 花了这个公款 在里面都搞歌功颂德 他也被歌功颂德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这些问题 这些状况 这个 在整个团队里面来看 从基层的来看的话 你这个领导的人 都不要负责嘛 你什么事情 都是别人负责嘛 发生再大的事 华航的事情 办了谁 那些出了事情 在上面下命令做事的人 都没下命令做事都没有事 下面的人都要负责 那今天就造成整个我们的基层 我们整个螺丝松成一片 螺丝不是松了掉满地啊 因为这个整个国家 需要一个严谨的一个组织系统 尤其你政府不能有任何 你今天台积电可以做到什么 做到所谓的良率这么高 靠着什么高度纪律啊 纪律后面是什么 是领导人以身作折 然后树立非常好的SOP 那你看看民进党 这些政府上来以后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从来不在乎这些人 抢位置 林嘉隆做的这个交通部长 他的台中政府那些败将 台中市政府 他的那些手下败将 就是输掉台中人民的这个死质 全部跑到交通部的体系里面 各占高位 那我想请问一下 交通部那些人从基层高考进来的人 静静夜夜的人 他都被他 他的升迁广告 这些不要从哪里跑来的人都抢走 他还有什么士气 他在上面很有士气 林嘉隆很有士气 每天拿着公款在电视上做广告 我天天常看在电视上做广告 拿人民小汉钱 他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清明价钱之间 他有说大家多利用高分 我又看到他 他都在忙这些事情 然后他的人都抢到最好的位置 对 对不对 工营企业都抢到最好位置 当官比较重要 可是整个 做官比做事重要 整个系统的士气垮 最重要的 我想请问专业在哪里 专业受到重视了吗 民进党这个政府上来 从来都是什么 仇庸 然后什么意识形态挂帅 只要是 只要是他的追随者 都是怎么样 鸡犬升天 所以今天把我们整个好好的一个政府 过去一个非常严谨 非常专业 然后呢 在这个政府里面 大家都有荣誉感的 这样子的一个好的政府 被民进党短短数年间 就把他彻底击溃了 所以今天我们发生这件事情 如果说还要在那边解中找西找 那些那些技术性问题 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正确方向 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好好来冷静 我们来痛定思痛 而且我觉得民进党要有一点道德良心 要有一点道德良心 你把今天台湾的政治风气 行政伦理 我们的官僚体系 破坏成如此之地步 把我们政府 所以林嘉隆上台以后 你看天天多少灾难 一个接一个 然后为什么这些国家 都来自慰问呢 因为这个事 在国际上很少发生的 然后人家如果再知道 你是这种形象发生的话 我跟各位讲 中华民国在国际形象上 绝对受严重受创 因为这个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 才会发生的这种离谱的事 这些都是一些细微 这些都是肢结 都是一些基本的纪律要存在的 你如果每一个螺丝都拴紧 不会发生这种事 那你一而再再而三 发生这种事 你就反映你这个社会 你这个最主要的 你这个政府的 不管是执行 不管是它的标准 不管它的监管 不管它整个系统 都要垮成一地了 我是还有很多朋友 都还在政府里面 大家都非常的痛心 我们这么多年建立的 这么有效能 这么一个公平 这么一个人才积极的一个政府 被民进党这批人 领导成今天这样 这些人还有 你刚刚看林佳龙在电视上 毫无愧色 嘴巴还往上扬 还带着笑意 这些人 就是孔子讲的 就是一群野兽 帅兽石人 孔子说什么叫帅兽石人 磕正猛于虎 这一些没有良心 没有能力 只会安插自己私人 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一边 把人民的血汗钱 把人民的生命财产 视若无物的人 现在都位居高位 然后呢 一而再再而三出事 也不会负责的 他出了那么多事 有负过责吗 所以孔子讲的 磕正猛于虎啊 人民真的是 比草芥而不如啊 如福以一般啊 所以是率兽石人啊 这个政府是率着野兽 一起来吃我们老百姓啊 我今天讲到这 我是很激动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太多了 而且我们这些去赶 赶这些 赶这些火车的老百姓 都不是有钱的人 他们大观 像蔡英文出门 你看看她出门什么架势 几辆上千万的车子 然后多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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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随户 一路给她搞红灯 我们的老百姓 去赶一个火车 这么多站在那个地方的 然后还会发生这么离谱的意外 人家这么多国家自慰问 大陆也自慰问 你看这些人还在一怒 一脑子政治 台湾 我们过去称为宝岛 我们都很自豪 可是今天搞成这个地步 我就今天我就我就讲说 蔡英文要负责 林嘉隆要负责 民进党整个要对这个事情 要表示一个负责人态度出来 如果在这样叫我们基层的台铁的员工 叫我们台铁或某一些基层的人出来负责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公平 没有道理 没有道德 而且是可耻的事 是这一共五国的外长都接连去访问中国大陆 那么目的当然是包括了要看准他们有所谓的外交的利益贸易 还有甚至有人提出是有疫苗的红利 大家都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可是难道我们台湾就死守不放警报美国吗 现在事实上美国好像外面一直报导说有什么新北约 我可以说根本是无稽之谈 这国与国之间要签订这个同盟条约 要就像北约一样就要签条约 你攻击我就等于攻击他 你攻击他就攻击我 亚洲没有这种事 对不对 那日本为什么现在动作这么多 其实日本最怕被两岸的这个冲突 它被拖进来 它不是想要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我看绿媒都在那边胡扯 都在那边好像说日本很想帮谁帮谁 日本现在是很怕因为两岸冲突 它被拖进来 为什么 它要弄清楚美国要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美国在会用它在日本的基地 如果介入台海的话 日本会被拖到这场战争里面 所以它一直讲的现在两岸这个稳定很重要 是从这个出发点 它不想被拖进来 它因为为什么 现在谁都知道 两岸台海两岸是全世界 现在紧张程度最高的 最可能打仗的 那它很怕美国把这场东西挑起来 政府跟媒体一直带的方向 那是没脑啊 那是骗我们老百姓啊 日本是希望有发生问题的时候 不要把日本拖下去 因为日本看起来好像很强 对不起 没有核子武器 第二个没有导弹 它是非常脆弱的 而且美国给人家的承诺 通常到了关键时刻都出问题的 所以他也不敢依靠美国 所以他就一天到晚找着美国干嘛 要美国给他私底下保证 所以你看这个表面 他讲一些宣言都是假的 真正是日本人真的也反映了 我们现在如果民进党政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两岸真是越来越危险 因为日本人也觉得危险 美国人也觉得危险 普瑞泽真正我们的好朋友 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然后从索拉兹的时候 做他的助理开始 就在研究我们两岸的问题 非常了解 他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他说你不要对台湾这个民进党政府开绿灯 他们现在这些人是不计代价的在搞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的性命 财产他都放在眼里的 对不对 然后呢挑起来把你美国也扯进来 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像民进党政府 你们我们美国政府要小心 不要被他拖进来拖到一场灾难里面 意思就是说叫拜登赶快刹车吧 民进党像你看连一个这个 蓬佩奥这么没脑的事都做出来 这个照片是蓬佩奥贴出来的 如果说是我们贴出来 那表示民进党政府真的外交白痴 为什么 蓬佩奥第一个 到底双向眼有什么了不起 他是一届平民啊 他今天如果说真的有 真的是对台湾好的时候 他做国务卿的时候 刚刚韦翰讲 他国务卿的时候问不到 为什么不到双向眼 下来才去 另外一方面 你知道蓬佩奥在美国有多臭 美国的国务院里面的很多朋友 我很多朋友 对他的评价非常的低 而且非常不喜欢他 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Washington Post 曾经有一篇文章 怎么评价蓬佩奥 他说美国有史以来 最烂的一个国务卿 就是蓬佩奥 那么现在民进党要把头脑放清楚 蓬佩奥跟共产 跟共和党 跟现在的主政的民主党 四不两立 你跟蓬佩奥走在一起 你马上就冒着 跟现在美国执政的民主党之间的 对我们的不满 再笨的政府 也会跟蓬佩奥这种人 保持一个距离 结果我们还要分享他的推特 现在被他利用 然后我们国内还在 国内还在带风向 我就不晓得 我们这个政府无脑 到这个程度还是别有用心